好 大家好 我是程璐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钱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你等公交车的时候 你等的那辆它就是不来 你不等的那辆它总是来 你知道这个其实很烦人是吧 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做穷 开心吗 聊钱 有没有打到你们 还有一个 就大家平时养狗 是不是觉得每天遛狗很麻烦 其实有个办法 可以让你不需要遛狗 那就是住别墅 有用吗 这是我去住别墅家的朋友家发现的 我说你养狗每天遛不很麻烦吗 他说不用遛啊 你只要住别墅 有个大院子 他自己跑得可开心了 确实我一看 他比我还要开心 我就好想留在他家里 做狗啊 所以养狗其实可以很简单 就是你买狗的时候 顺便再配个别墅就好 一个生活小妙招送给大家 别墅配狗天长地久 王苏龙老师已经学会了啊 你看这个钱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吧 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一直对钱不怎么在乎的人 因为我从小就不缺钱 很多人可能就说 啊 有啥可啊的 很多人可能就说 那你肯定是因为你小的时候 原生家庭的影响 哇 真的 大家不要迷信这种理论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靠个人的努力 突破环境的限制 比如说我 小时候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但我自己很有钱 因为我偷拿家里的钱 靠自己的双手实现阶级的跃欠啊 这个 当然我还是很懂事的 有时候我发现 家里好像生活有些困难 我就会选择少拿一点 一个少年就这样默默地 为这个家庭付出 从来不让他们知道 所以 我六岁就财务自由了 那大概是我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哇 我感觉我是身边人里的首富啊 我还到处跟人说 我不在乎钱 我先拿他一个小目标 而且我也看不起班里的富二代 他们的钱都是给家里要来的 而我是靠自己的双手拿来的 其实我也没拿多少钱了 小孩嘛 也就是一两块钱 两块钱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是可以买得了一个小孩 一生的辉煌 当然我当时偷偷拿钱 还是有愧疚感的 我每次拿了钱 就会更加努力地学习 学习到很晚 一直到父母都睡着 然后又开始拿钱 这样就陷入了一个循环 你知道吗 我学习越来越好 家里越来越穷 我觉得那好事 对 它相当特别大 不太适合 当然了 偷拿家里的钱 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 我父母是知道我偷拿家里的钱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拿多少 成绩也挺好的 他们就当给我零花钱 真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其实我还挺感谢这段经历的 就是让我对钱 没有那么多的紧迫感 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像七八年前 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 脱口秀就完全不挣钱 甚至为了演出还要倒贴钱 当时很多脱口秀演员 就是因为讲不起脱口秀 而退出了这个行业 而我还可以继续讲 因为我小时候 还是有些急需的 但我人慢慢到了中年 我就发现 当然大家看不出来 我已经到中年了 就我发现 钱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中年人如果没有钱 大家就会说 你不努力 不上进 人生垮掉 而且有钱了 你说点什么 大家都会听一听 是吧 你让马云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就觉得 还挺幽默 是吧 罗永浩老师说 我不在乎钱 别人说 你倒是还呢 所以你看这个 说金句 它也是有成本的 不然它为什么叫金句呢 而且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你看 说的金句越傻 需要你越有钱 它本来可以是一句金句 但因为是我说的 它就不是金句 它就只是一句普通话 所以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要有不同的金钱观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洒脱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一些傻事 但是到了中年 就要多挣钱 努力地挣钱 这样才能够让你年轻时候 那些傻事 你可以体面地 用金句说出来 希望我说的普通话 早日成为金句 谢谢大家 我是陈鹿 我是陈鹿 大家最近看那个 三十而已这个电视剧了吗 看了对吧 我看完了 我看完以后就觉得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真的 当然我不敢这么说 其实不然就会 有男权主义者挑出来 说我物化男性 独立男性物化男性 人设崩塌了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对男人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吧 尤其我是一个山东男人 别人现在提到山东男人都说 哇 大男子主义 女人上不了桌 真的不是这样 我就在桌上经常碰到我妈 因为家里都是我妈说了算 而且上不上桌也是她说了算 她经常自己决定不上桌 她是有选择权的 她早就拥有了上桌自由 而我和我爸就很惨 必须上桌吃饭 我妈还经常催我们 吃饭了还上不上桌 还是不是男人 所以我妈在家根本就不是弱势群体 她甚至是我家最男权的 她就是我的男权妈妈 真的刚才大家也都聊了很多中年危机什么的 对我来说确实这个 三十而已啊 因为我已经三十五了 我是一个八零后啊 再多的有八零后吗 没有啊 没有就不要说了啊 还是有几个的 但声音已经很微弱了啊 而且八零后确实已经老了 对吧 时代变化太快了 比如几年之前 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哇 还是一个代表年轻人的喜剧节目 现在呢 这个节目已经没了 对吧 我们把它做没的 就跟这代人一样 没有人在提八零后了 没办法 一个深夜档的节目给八零后看 八零后早就睡了啊 而且八零后压力确实太大了 是吧 年轻的时候 八零后就口气很大 我就干到四十岁 实现财务自由 结果现在 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别说财务自由了 还被公司裁了 当然也跟财务自由有点关系 老板说 去档财务吧 你自由了 年龄一大也没法潮了 比如我们原来看不惯的沙马特 头发都是那样的 很有个性 现在这个群体也消失了 他们也不是不想染头发 是实在没有头发了 对跑车的态度也是 年轻的时候看到跑车 哇 好潮啊 现在看到跑车 哇 好潮啊 但是有一款叫跑出外 那就是第三代明觉六 超战力轿跑设计 年轻手写 谁开水潮 我现在也是中年人了 对吧 我的处境也很尴尬 因为我在公司是个中层 看似很重要 首席编剧 但我思首席编剧 有好多个 我就想问一下 作为一个文化公司 你们是不是不明白 手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们公司晋升的 天花板太低了 首席编剧上面 就是老板了 上次我跟老板说 我想升职 他说反了你了 后来他冷静下来之后 跟我说 哎呀 有一个职位你喜欢吗 首席首席编剧 你想要加几个首席 你随便加 然后我成了 首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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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剧之后 我就结巴了 真的 我思唯一的出路 就是当明星 你看李淡 真的 你看把我 从幕后都逼到了前台 不是台前 逼到前台也太惨了 前台的晋升空间也太大 你看把我从幕后都逼到了台前 都快把我逼红了 真的 公司不逼你一把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红 作为公司的中层 那种感觉 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就是不上不下 上吧很难 下吧也很容易 因为我这个人 本来就是很看得开的一个人 我不想那么拼命 是吧 很多人都是工作狂 是吧 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休息狂 那我休息起来 我跟你说 谁也拦不住 我可以一周连续不工作 只休息 我休息累了 我就再休息一会儿 同事还都劝我说 哎呀你工作一会儿吧 人还是要劳逸结合 我说不用 我扛得住 你们快回去工作吧 休息的事都交给我 今天其实我最不想选的 就是周其默 因为他确实是复活过来的 俗话说得好 你永远杀不死一个 可以复活的人 而且杀不死他 他只会让他更强大 你看复活了这么多次 就是为了淘汰我 当然我现在最烦的 还是Rock 我本来还可以 拿一些可怜的票 但是遇到Rock 就不会有这些票了 是吧 大家一看 Rock早就离了 还是投给Rock吧 在台上还是要找回来了 然后我知道 其实观众很关心 我现在的生活了 就怕我一个人饿死 但是还有人很希望 我们能够继续在一起 甚至最近有人 给我寄来了复合肥 收到这个礼物 我都乐了 我真的很喜欢 我们的拓口秀观众 你们不要再给我花钱了 好不好 你们可 我自己可以的 毕竟我是首席首席首席编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璐 成璐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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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男性 准确地说 是一个被迫独立男性 所以我真的没事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你们不用同情 每一个离婚的人 你们同情Rock就好了 我现在出去演出 真的都没有人笑了 感觉台下观众都在想 刚离婚就来逗我笑 有没有人性啊 我在心里想 我刚离婚就来逗你笑 你还不笑 有没有人性啊 真的 我现在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山东男人了 因为海源的抚养权 已经归我了 我会好好地抚养他 给他买好吃的 好喝的 弥补他缺失的母爱 是吧 毕竟他还那么小 我要给他报培训班 让他学英语 尤其要上 五妖talk再见 青少儿英语 和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诗诗互动特别好 现在下载五妖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一上来就说广告 让你们看看一个 被迫独立的男人有多拼 不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说到奶啊 这个 没了没了没了 没广告了 不过我家最近确实 多出来一个闲置物品 一套上下铺 忘铺转让 为什么是忘铺呢 因为我俩因为这个上下铺 事业发展的可好了 所以推荐给那些感情很好 但是事业还不够好的伴侣接受 但是呢 他只保事业 不保感情 真的不保感情啊 而且现在 其实也没啥 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上海的朋友应该知道 上海出租车上 甚至都印着一个广告 对吧 手把手教你挽救婚姻 然后留一个电话 这个没有用 我有朋友打过 他就每天打电话倾诉 我打了很多天 最后还是离婚了 他跟手把手教他挽救婚姻的 那个人在一起了 因为他就觉得 对方特别理解他 哇 跟他比起来 我的婚姻算个病 我最后没有打这个电话 因为我不想 跟那个人在一起 其实我跟斯文都很乐观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记得我们去民政局 办手续的时候 我俩还在互相抛个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旁边的人还跟我们说 结婚排那边 我俩说 我俩是来离婚的 说哦 那看来是要买房啊 不给个灯吗 而且我发现 民政局的墙上 贴着一个宣传话 叫做 夫妻相处十大原则 应该是给结婚的人看的 我俩仔细地看了一下 发现第一条就是 不要在公众场合互相接短 我俩相试一笑 吐槽大会算公众场合吗 我不仅想起了 吐槽大会的夫妻专场 有我俩 有阿娇他俩 还有秦浩一能静 祝秦浩一能静好运 对我拍 对我拍 原来是秦浩老师的朋友 我觉得他俩肯定没有事 你想一想 一能静想离婚 秦浩腼腆一笑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而且其实离婚之后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反思了 我发现我其实不是个废物 我还是很有用的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除了是我们公司的总编剧 我还是我们公司的交际花 南公关 我经常陪客户喝酒 逗客户笑 让客户下单 我太喜欢应酬了 客户都怕了 我说陈浩老师 我们的单早就下了 今天就不喝酒了吧 我说下单了 那得去庆祝一下 所以我每天还很开心 就工作完哼着小曲 应酬去了 而且我在酒桌上真的 可好笑了 比我在舞台上好笑多了 观众朋友们 不要让我在酒桌上遇到你们 不然我会笑到 让你们投票 记得投票 然后 我知道2020大家都很难 但是对于有的公司 有的人尤其难 你们猜猜我说的是哪个公司 哪些人 你们也不用喊出来 这个 但是我们是做喜剧的 你们不用同情我们 你们笑我们就行了 因为如果你们不笑 我们就更难了 好 最后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你们笑吧 谢谢 谢谢 开起来 大家应该认识我 投票大会 我又来了 上一季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家有看过吧 只上过一期 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 真的 我当时计划就是第一期 先谦虚地讲一讲 我是斯文的老公 我吃软饭 然后在后面再发力 证明我不仅是斯文老公 还特别厉害 结果就只上了一期 不但没有摆脱斯文老公这个身份 反而坐实了 这个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 我又去了奇葩说 表现非常的优秀 对吧 对 真的很优秀啊 我太精彩了啊 这个 是吧 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 就是队内谁厉害 就淘汰谁 所以我走到了最后啊 但是上这个节目 我有一个遗憾 就是最后没有拿到BB King 哇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啊 真的 真的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哇成禄 还有资格争夺BB King呢 真的很好 就是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拿到了BB King 今天就是以BB King的身份 参加Talk Show大会 然后突围赛没有过 那你证明Talk Show行业得多厉害 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 对吧 不过上那个节目 也不是没有收获了 就我在那个节目 哇 集中练习了大量的吵架技巧 天天练习开杠 哇 我现在吵架已经非常专业了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 已经提高了 斯文每次想吵架 我就跟他说 你确定吗 对方便有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饭碗 斯文当然也不示弱了 他说 哎呀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我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 最后我赢了 家没了 之后呢 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 叫做 做家务的男人 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 做家务的男人 也太不适合我了 你看我 又不做家务 也不男人 我记得 其实前一阵的时候 疫情期间嘛 挺多夫妻离婚的 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 就很容易厌烦 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万一我离婚怎么办 我就去网上搜索了 很多夫妻 如何相处的话题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 要抚养费 比如说 离婚后 软饭男该如何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离婚后 该如何寻找 下一个独立女性 超出橄榄枝 好 又保证了 哎呀 太好了 诚哥的现花能力 是没有问题 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 我就在想 你斯文老公出道的我 离婚后 我是谁啊 成禄 成禄是谁啊 世上本没有禄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禄 这不是成禄 这是建国啊 其实呢 哎呀 其实我俩考虑离婚 是放不下的 就最放不下的是海源 最近海源才35岁啊 这个是个涉事未深的中年啊 而他的好朋友就要离婚了 你说他该如何承受这样的事实啊 放心海源 即便我俩离婚了 我们还是爱你的啊 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啊 你想跟谁就跟谁啊 而且我们周末会一起去看你的啊 不过啊 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 也许离婚之后 是吧 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 会有新的素材 但我很快就想到了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 对吧 上一届 脱口秀大会也讲了离婚 结果效果就跟他的婚姻一样 失败 我不批他我都很难受你知道吗 所以说喜剧演员最大的悲哀不是离婚 而是离婚还不好笑 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好笑的婚啊 而且哎呀离婚很难的是要面临跟父母如何交代的问题 你说尤其我身份很特殊 你说我回到家我跟我爸妈说 我跟斯文离婚了 他们肯定很震惊啊 啊 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 我说爸我也是干这一行的 我可以努力嘛 我努力再找一个嘛 是吧 再找一个女明星 你知道张雨琪吗 他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啊 而且他已经为我拍灯了 谢谢大家 谢谢张雨琪 我是成龙 啊 啊 啊